2030年实现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,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的目标并不乐观。 12月12日,在第七届中国教育30人论坛上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助理总干事唐前发表上述观点。 该目标确定于2015年秋天纽约的一次联合国峰会。 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上批准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。 这个议程确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,其中第四个目标事关教育, 即2030年全世界所有国家实现12年的小学中学的免费教育。 唐前认为,实现这一目标的挑战是巨大的。 据今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显示, 全球范围内,小学完成率是85%,初中完成率是73%,高中仅仅到49%。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,全球有16亿学生因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。 九成以上的大中小学生受到了学校关闭、中断学习、延期考试的影响。 在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,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学生受到影响。 今年6月,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有7000万到1亿人会重返贫困状态。 而牛津大学最近一项研究表示, 疫情会造成全球5亿人重回贫困线以下, 这会让全球减贫的步伐倒退10年。 唐前说,新冠疫情对弱势群体的冲击非常大, 而且拉大了他们与普通人的差距。